大家好,我是黃美琪,今天上來月界傾情帶給大家一個我的故事 其實在我中學的時候大概是中一 有個男生,其實我經過97年的時候認識他 大家都是從小到大,到中學就開始追我了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接受他,直到他追到我大概是中五了 其實中間可能是找一下又不找一下,他可能又想放棄 但是很有趣的,他追我的形式是寫信給我的 其實是朋友來的,都住得很近的,都是同一區 但他選擇不打電話就寫信給我的 他當時也挺有心思的 因為他是用我最喜歡的Micky和Mini的信紙寫信給我的 每一次都是用同一款 當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形成一個很專一的形象 直到中五左右,他去了第二道讀書 之後大家就沒有聯絡 我沒有接受他的原因 是因為當然知道他個人的性格是怎樣 很多時候女生千萬不能被這些所謂的小小行為感動 你真的要去了解這個人才可以跟他拍拖 有什麼要求? 其實以前很簡單的 以前會覺得要他孝順 當然出來要有禮貌 現在會覺得真的要相處才知道 如果我有十個點 我會覺得你中了 但原來是相處 大家都是不合理的 那就真的無謂了 至少他考慮一定要的 他要有禮貌 因為我很喜歡跟人吃飯的時候 會看他的小動作 或者他對一個待遇者 甚至是待遇者的態度 可以看到他的人性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篇文 就是說 他對一個待遇者的態度 就是將來他對他老婆的態度 所以我就很留意這些小細節